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今天是11月30日, 星期五 今天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不用多說了, 新郎哥 我祝福你百年好合 三年補兩, 四年補三 最重要是人情我都準備好了 不過這個時候 也要讓阿桃你再說幾句 其實今天就是我大分之一 先謝謝各位多年對我的照顧 我保證以後繼續努力跑馬 將更多的賽馬資訊送給大家 好吧, 粗重的事不用你做了 馬上送上馬壇熱話, Top5 No.5 這晚的跑馬地野菜 騎師史卓鋒 憑著測騎由姚本輝訓練的生力軍 賀賢訓練的勤得兼備 以及方家柏訓練的盈酒杯 贏了三場頭馬 順利成為當晚的騎師王 No.4 12月5日 12位騎師會齊齊各族 浪琴標國際騎師錦標賽 四位香港代表 將會挑戰八位世界頂級騎師 而浪琴標國際騎師錦標賽的 騎師配馬儀式 將會在12月3日舉行 究竟四關賽事的人馬配搭如何 各位馬迷, 記得緊貼最新消息了 No.3 12月9日 就是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的大日子 當日沙田馬場 除了有多款環球美食給各位品嘗之外 還有歌手張敬軒在綜合會演現場 而浪琴標優雅形象大師鄭與成 也會延伸沙田馬場 為一眾參賽馬匹打氣 當然少不了晚上的煙火會演 記住12月9日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一起見證草地王者誕生 No.2 英超球隊李斯特城班主遺差 上個月因為直升機意外新故 其實他除了是足球愛好者之外 也非常熱愛賽馬運動 所以練馬師鮑爾定 將會按照遺差的遺願 安排他的外區小刀鋼目 來香港國族浪琴標香港一里錦標 並且由莫艾城執鏡 如果小刀鋼目能夠夜馬的話 相信會是一場令人感觸的勝仗 No.1 成績優異的新進練馬師丁冠豪 在星期日的沙田日賽 會派出多批戰績良好的賽區上陣 當中各族黎地短途賽的勇冠多 金箭則由夜馬拍檔無險東操刀 歷真今季第二場勝利 龍騰馬約上次出賽直路走勢強勁 這次積極備戰, 繼續由毀彈壓陣 又可不可以成功保重呢? 又來到你有你撐的時間了 今集要撐的題目就是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外隊馬 你撐哪一批? 你有你撐, 你撐哪一批?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有四項的國際一級賽上映 不如我們由長途到短途 一起看看大家撐什麼 先說一下2,400米的香港平 我自己幾看好兩批外隊馬 包括三歲這批愛爾蘭馬研究大學 不知道大家知道這批馬嗎? 聲明大草也是因為 它是應價的愛爾蘭和英國打給冠軍 贏得這兩場賽事 都知道實力有差不多 也有一定的級數 還有年紀小, 剛剛也說過了 三歲馬, 側身 所以我對它也挺有期望的 另一批就是四歲的英國馬, 盧剛 這批馬六月在葉森 贏過一級賽的加冕杯 那一場他就用領方的戰術 一直帶頭 最後才是力藥 輸給這隻金庫神偷 金庫神偷夠厲害了 其實這批馬跟另一批 世界級最厲害的 千馬雲師仙子的排名看齊 所以我覺得雖然那次他輸了 但是這個賽職也挺堅硬的 這兩批馬在香港平 應該也有差不多的份量 那你把北半球馬都說了 我看你今天, 小雅穿得和服 我也是支持日本的 因為日本近我們香港 息息相關的 大家都會比較熟悉的 就是雍容八賀 這批馬上一次 在女王伊莉莎白的二世杯 就在莫雷拉瓜下贏了這場一級賽 也幫莫雷拉在日本 可以獲得第一場國際一級賽的樹泳 看這批馬的長力也很厲害 由苦中牽馬錦標 慢慢開始他們跑得好 那時就跑第二 去到女王伊莎莎白錦標 那場賽事前面有些步速 例如火星花在這裡 回來他靠一段後徑 就蓋過所有對手 好, 現在就看一件事 因為香港的代表 一向是2400米度 不是一場很撒家的場合 看看有沒有足夠步速 能幫助這批雍容八賀 如果說到2400米 可能香港代表會差一點 可能香港杯會比較好 不過香港杯 我也有一批海內隊馬是喜歡的 《極地風暴》 大家都應該聽過 有時候我們看海外賽事 也有留意到這批英國馬 其實它四度在一級賽上名 剛剛最近期就在雅士谷 跑這個一級賽 女王伊莎莎白二世錦標 跑第四 其實《極地風暴》 之前都來過香港 2017年他跑冠軍一里賽 不過那次他途中有些搶口 結果就在七匹馬裡跑第五 這次他就不跑一里 這次是跑2000米的香港杯 但是蓮馬斯之前也有些訪問 也說過其實他現在 覺得跑這個路程 他應該應付到 狀態方面也越跑越好 這批會是我在外隊當中比較看好的 我繼續都是Compahwa 都是日本的代表 白日瑞星大家也很熟悉 因為近期有些轉播賽事 都會看到莫雷拉 也是跑過這批馬 放到莫雷拉上去 真的跑了幾班 因為這批馬 過往在這些二級賽 好像總是差點差點 好,上次白日瑞星 在10月28日的秋季天皇上 回到來輸一點給金枝霸 金枝霸大家也會認得 是上季的打比馬 所以這批白日瑞星 暫時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還未見底 說完香港杯 也要看看一里的賽事 香港一里錦標 我留意著一隻英國的四歲痴馬 我作主 這批馬10月的時候 在巴黎龍超強的後勁 贏了一場一級賽 森林大賽 那一場是1400米 比較近期 肉馬者杯一里大賽 跑第五 回到香港一里錦標 其實跑回一里的賽事 當然港隊有很多實力馬匹 好像我們馬王美麗傳承一樣 但如果外隊當中 看他的賽職比較吸引 先說一里那一場 看看魔族瓦谷 這批馬在六月份的時候 贏得這場的安田紀念賽 當時也有點驚喜 因為這批馬 過往上也是一個比較被動的跑法 安田紀念賽 大家都會知道 東京競馬場內 內蘭有時會失斜 被他博到一個位子 在最後直路後上回來的勢頭都很強 所以這批馬 看看到時 真是現階段 我暫時未知道哪個騎士跑 看看有沒有高手幫到這批馬發揮 再短途一點 我覺得這個是香港馬最大的威脅代表 說的是鐵柱成針 自從他轉了彩衣 以前因為他現在彩衣是紅白色衣服 轉了藍色戰衣 高多芬馬房 後勁很強 這批馬我覺得還沒見底 為甚麼呢 因為過往這批馬是日本騎士去跑 穿田象跑 但已經這麼厲害了 所以都可以留下這批鐵柱成針 這麼多批挑戰馬都實力十足 各位騎戀以外 晚迷都要密切留意 外隊馬就來勢匡匡 港隊一定要打勝12分精神 嚴振應戰 另外,我知道一眾騎士都很努力 在準備國際騎士錦標賽 希望到時他們有好成績 而參賽騎士之一的蘇小輝 待會回來就有我跟他的專訪 有他分享一下他的騎士之路 原來也挺崎嶇的 那就要看看了 回來就能看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